今天某个银行的老板跟我们联系 说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向你我们退回款的战友们公开道歉 你不要起诉我们 而且我们可以配合你们的起诉 共产党怎么威胁我们的 要黑客掉所有我们银行 我说你别跟我说 跟美国政府说去 你跟美国政府说去 还有那报假案的 这帮孙子你看着怎么收拾你 在美国 报假案可真不是共产党那会儿 所谓的搞信访 假信访 搞策反 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那是犯罪 你面对FBI 国主案件部 美国政府官员 只要你撒了谎 三到五年 走着看 大家好 我是林珊 接到这个两分钟的视频翻译 我非常诧异 而且不能理解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国家 这么多的银行 拒绝为自己的客户做电汇的服务 难以相信 所以在推特上面 我就去找一些资料 发现在推特上的确有很多银行 拒绝电汇的视频 首先呢 就是美国的邻国 加拿大 我都快脱裤子了 我都快脱裤子了 我赶快提着裤子 赶快录个视频 加拿大很复杂 姐姐一定要高兴 816 卖军团 执照上岛 成为 极细烈的 平等的一员 我从现在起呢 我告诉大家 就是经过我们在山思考 根据现在发生的情况 加拿大的战友 在借款项目和 下一步的这个G club项目上 所有的加拿大农场 我们都不接受 原来在战争的钱 希望文峰啊 江财神啊 和索菲亚 尽快的解冻 或者把钱还给 汇到那账上的战友 你们可以选择 美东的长岛哥 和美西的Sara 加拿大这个农场 任何农场 现在Sara卡和 我们的项目 暂时不会跟它有任何经济来往 我没给你判错 姐姐的委屈 每一次被判的 都是我最幸运 除了加拿大 第二个国家 是美国的盟国 澳洲 澳洲的银行 在向客户解释 拒绝电汇的理由的时候 明确的表示 只要是机系列的 他们都不会做电汇的服务 很显然 这是国际银行间的合作 是他们接到 美国证监会的有关通知 统一采取了行动 纽西兰也不例外 很多客户的电汇被退回 中国的情况就更复杂 更严重 有些呢 发出汇款的个人 被警察叫去喝茶 受到威胁 喝茶对于不在民运 或者不在反共圈子里的 都是一个很新鲜的词 就是当事人被警察 叫到派出所面谈 或者呢 受到人生的威胁 郭文贵自己爆料 是有很多人到美国证监会 检举郭文贵GTV 以及机系列的投资项目 虽然我不知道 中国的警方是如何 威胁中国的银行 和中国公民的 但是我清楚的听到了 郭文贵在威胁向SEC 也就是美国证监会 举报的美国公民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美国公民 在推特上面呢 贴出了举报的信息 这位美国公民的网名叫做豆豆 豆豆尽一个美国公民的责任 向FBI和美国证监会 实名举报金融诈骗的嫌疑人 豆豆的举报行为 是受到美国法律保护的 反而被郭文贵公开的威胁 郭文贵凶神恶煞的 用中文说走着瞧 其实已经对豆豆构成了 严重的人身威胁 在美华人要联合起来 向FBI举报 严惩这种犯罪行为 这个视频还展示了一个 令人震惊的 有组织 有计划 有规模 利用金融 投资的名义 提前付费 再让这些人 进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 以政治庇护的名义 明目张胆的搞人口贩运 我们国内很多战友 最近被警察又喝茶呀 威胁呀 然后要把钱追回呀 写保证书战友们 你们每个人 记住 任何人被喝茶 都是未来 你到美国和西方国家 申请政治庇护 和得到新中国联邦 最早优先得到新中国联邦护照 和你到了国外 新中国联邦 最最优先的支持者 未来你会在新推出的 法治基金 法治社会网站 你会看到 凡事 只要你拿出证据 被警察喝茶了 被警察威胁了 和因为你支持爆料革命 新中国联邦 和你投资GTV和G刀了 G Club G藩人 任何人 只要被警察喝茶 只要你有证据 你将得到我们 全力以赴的支持和保护 记住兄弟姐妹们 记住我说的话 兄弟姐妹们 这是我的庄严承诺 我不敢跟你们说太多 过去几天发生的 但是 共产党这个疯狂 加速了新中国联邦 在西方得到的认可 共产党的这个疯狂 让西方更加严肃地 审败共产党对人类的威胁 共产党正在帮助我们 建立一个强大的独立的 受西方法治社会保护的金融系统 和整个的G系列 可以说这是共产党 给我们送大礼了 这就像他搞病毒 香港运动 支持 这就变相地支持了爆料革命 变相地支持新中国联邦 这事咱上哪去找一下 兄弟姐妹们 感谢他们吧 再加点速度 再加点速度 加速师再加点速度 郭文贵宣称 如果有被喝茶的经历 就符合美国政治庇护的条件 果真是这样吗 喝茶其实之前的那些事 不管我画了什么 其实对我党来说 其实都有一搭无一搭 其实都没那么 就是完全没有事情 包括翻墙什么的也好 因为我的职业是 就是需要翻墙 也是很温柔的一个声音 就是对这个国宝 然后他说 我们知道你给工贵支持汇款 然后他说他是反华反国家什么的 然后说你希望你过来配合一下 在什么什么路的派出所 就是所谓的喝茶嘛 但是所谓的喝茶也没有茶 就是对马人有空调也挺好 然后我就进来 他的原话是说 你不要给 就是你不要再去给工贵投资了 他是这么说的 然后我就说行 然后写个保证书就是这样 然后我说 这是图森破刚刚采访过的最新被喝茶的一位挺郭的朋友 如你很幸运 不管通过什么样的国家 什么样的渠道 落地美国 为了达到政治庇护的目的 你只能是编造情节 加重你破坏的程度 这样你就会完全陷入一个无底的深渊 这里是美国移民局的电话 你在中国也可以亲自拨打 移民局可以提供中文服务 你把郭文贵的庄严承诺 诚实地告知移民局 看你是否符合政治庇护的规定 相信移民局官员可以给出你最满意的答案 加拿大现在这个背后的这个 你凑我表面上好得不行 后边只捅刀子踹脚 天天打着爆料革命的你 竟干一些缺德事 你整我老家你能得好吗 你加拿大整个全局铺目 你能够生存下去吗 我拿来这么一看 我的直觉 加拿大农场收钱的这个账户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 我立即就给哥哥留了一个话 那哥哥马上就回复了 加拿大很复杂 我随时可以想说 随时可以没有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不是伪类特务 但是他做的事比伪类特务还超大 这个老家农场 这种一手周天的共产党的做法 他还有这个管理这个农场吗 这个伪类和特务都没做那么过分 他就敢那么多 他这个做法是不是共产党的做法 是不是一手周天的做法 是不是很黑暗的做法 我们的农场需要这种这么黑暗的操作吗 一心地去抗争我们的权利 我们都不能容忍 我可以注册任地跟大家说 你现在投资了一万块钱 三年以后少了几百万块钱 你来找我 这句话大家都可以说 都有视频 可以截屏 江财神 吹牛逼 西斯潘你到美国来 你到美国来打官司 你缺啥我给你啥 你来 我这当众是跟你说话 多了没有 你说十万八万美元 我众仇都给你 你来 你到美国来打官司 来了咋地 我已经来纽约了 在十八楼楼下 赶快着吧 江财神 打钱的账号地址 都在视频下边有 可怕呀 自己约的炮 咬着牙也得打 快点去准备钱去 这些人投资了一万块钱 你未来达不到两千万 你来找我